因为某网友私信官方都未获得准确回复 所以据不完全统计 康师傅旗下的方便面口味已多达一百多种 再加上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绿茶和冰红茶等饮料 这个曾经的乡村之友小作坊 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 及食品、零售、餐饮预体的跨国企业 但是你知道吗 康师傅的创始人并不姓康 他正是知名台商魏义行 触摸品质、发现未来 请立即观看十万个品牌故事之 康师傅 长途旅行必备产品 据统计 2005年时 全球人口每吃掉五包方便面 就有一包是康师傅 至今为止 康师傅推出的方便面种类有多少呢 1988年10月 28岁的台湾小伙 乘坐香港至北京的747航班 第一次踏上首都的土地 他是经营着油纸加工厂的魏加斯兄弟中最小的一位 因为性格开朗 能说会道 被派来大陆寻找商机 怀揣着一亿五千万新台币 面对12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对一切都感到很陌生的魏义行 立刻马不停蹄地四处考察市场 在辗转了半个中国后 最终于北京落脚 因为家族生意 所以魏义行本能地在油上寻找机会 当时的老百姓都用散装油 1990年魏义行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第一家大陆企业 顶好食用油公司 开始兜售带包装的顶好清香油 尽管魏义行同时找来当时热播剧 《星星之我心中妈妈的扮演者吴敬贤》为其做广告 但是在八毛钱一斤的散装油面前 自己的产品虽然质量上乘 但两元一斤的价格远远超过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 第一笔投资宣告失败后 其余投资项目也接连失败的坏消息 接踵而至 来大陆的三年后 魏义行几乎赔光了本钱 那个愁愁满志的年轻人 如今只想卷铺盖走人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亿5000万台币 碰到现在大概相当于4000万人民币 狼狈回家的魏义行在郁闷了几天后 不觉带翁失马 烟枝飞福 在从台湾带回几百万美元后 魏义行继续把目光投向前例巨大的大陆市场 1991年开往北京的火车上 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走的魏义行 顺手用开水冲泡了一碗 自己从台湾带来的方便面 顿时浓郁的香味弥漫车厢 周围的人群投来好奇的目光 魏义行突发奇想 为什么不卖方便面呢 当时台湾地区方便面市场 已被统一牢牢占据 不过还没有涉足大陆市场 90年代初的市场上 进口方便面五六块一包 几毛钱的袋装面又不好吃 魏义行更加坚信 如果能做出好吃 而且价格在两块左右的方便面 一定会大获成功 为了摸清消费者口味 魏义行在北京和天津 举办了一万人的试吃大会 耗时几个月后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终于出炉 其配备的纸质碗和塑料叉子 在当时也是一大创新 1992年8月21日 定价一块九毛八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一经上市便炙手可热 第一次经销商共同参加的订货会召开后 魏义行街道的订单 足以让他的工厂在此后的三个月内 不眠不休每日生产24小时 几乎半年时间 康师傅就成为北京天津地区 方便面的最大生产商 在康师傅正式投产方便面前五年 生产线从一条扩建到16条 工厂多达40多家 1996年在香港上市时 康师傅在中国各地已建立100多条生产线 年销售量达60亿包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方便面生产商 1992年 童一也开始进驻大陆市场 不过在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大红大紫的年代里 童一所推出的鲜虾面开具不利 1998年总体营收落后康师傅10个亿 在此之后 康师傅母公司顶星集团 开始涉足餐饮等领域 然而在其收购美国德克式炸鸡 立志要在三年内成为中国西式快餐前三甲企业后 却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1998年4月 康师傅母公司顶星集团 试资100亿新台币 并购了台湾第二大食品企业 卫权 然而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 让卫权股价从70元狂跌至4.55元 一时间 顶星集团资金链破裂 为了维系自己股性经营起来的食品王国 四兄弟不得不出售康师傅30%的股权 在日本三阳食品诸事会社入股康师傅后 卫士家族的企业得以保全 在吃了卫权带来的教训后 他们此后的步伐也更加稳健 2001年 康师傅和统一同时推出茶饮料 重整几股后 康师傅继续在零售餐饮行业进军 他们先后创办了 有乐和食拉面 以及乐口超市 2004年 顶星集团开始与世界500强合作 朝日啤酒开始参与顶星集团的饮品事业 全球排名第三的零售商英国Tesco公司 购买了乐购超市50%的股份 顶星集团逐步从家族企业 转变为大型跨国集团 靠着康师傅发家的胃印行 此刻的脚步也越发匆忙 1958年 魏加斯兄弟的父亲魏和德 在台湾彰化的乡村 创办了一个小游房 取名顶星 魏加的家族企业就此起步 半个世纪后 顶星集团也成为一个年销售额300多亿的跨国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 在公司做大后 魏加斯兄弟仍然没有分家 他们每个月的收入 基本都是在化作家庭基金后统一分配 每人大约月薪两三万人民币 对于中国的食品饮料行业来说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康师傅和统一在产品和渠道领域 扮演的是引领者的角色 但两者在业务上的碰撞也始终没有停止 2013年 两家公司又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方便面大战 统一董事长罗志仙曾透露 在两家公司的火拼中 共消耗掉40亿根火腿肠 用于方便面的赠品 这也被外界看作是2014年 两家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康师傅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 自身问题也是源源不断 2008年 康师傅陷入公司成立以来最大风波 水源门事件 网友指出 康师傅生产基地附近根本没有优质水源 唯一的水源来自污染严重的前塘江 尽管外界猜测 此次水源事件的爆发 源自龙夫山泉的一手策划 但事实摆在面前 康师傅只能自食恶果 这件事对康师傅的影响可谓极其深远 此后 只要康师傅一出事 围观群众的态度就是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和保洁陷入 认为大陆区的产品 便宜就能赢得市场这种戊区一样 面对成本的上升 康师傅曾多次想提价 但都无从下手 他曾和统一约好一起提价 但是自己一只脚已经迈出去了 对手却无动于衷 背后反捅一刀的做法 也让康师傅背得无难 2014年 搜水油事件直接导致了 康师傅此后两年的业绩下滑 尽管最终判定 此次曝光为乌龙事件 但是公众的心 却再一次受到伤害 因为在事件爆发过程中 台湾一名导游发布言论 表示 康师傅在大陆地区用的黑心油 是台湾的56倍 面对造谣 康师傅毕恭毕敬地 请那名导游前去工厂参观 而对跟着转发的中国自媒体 提出上诉 深深地刻下了 康师傅对台湾与对大陆消费者 区别对待的印象 2015年财报显示 康师傅年度收益为 91.03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下跌 11.09% 在一个经济普遍下行的时代 利润下跌会超过20% 尚可算是能够接受 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与行业主要竞争对手 统一相比 康师傅的业绩 就显得比较难看了 随着中国人 恩格尔系数的不断降低 食品消费 已经不再是 中国人消费的主流 不过 在持续两年的低迷期后 康师傅2018年 上半年的财报显示 上半年 康师傅实现收益 309.96亿元 净利润13.07亿元 并且上半年 方便面销售收入达到 63.08亿元 我从小就知道 食品是老实人做的买卖 入口三五秒 见输赢 一分一毫都差不得 这是微印刑 面对采访时 所发表的言论 这个在大陆混了 26年的台湾企业家 多次表示 童走无弃的良性 才是生意成功的基础 在如今这个娱乐至死 消费至上的年代 很多企业的产品 都失去了应有的温度 良性竞争是好事 但是我们也希望 在打开一桶泡面时 依然能感受到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 一包稍稍有些贵的方便面 给我们带来的温暖 他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是全球最大的 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 他是谁 欲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